去年八八風災重創了屏東的霧臺鄉 有四個村的村民被送往了屏東內埔榮家安置 等待千村之後的永久屋蓋好 不過最近遇到了梅雨季 鄉長很擔心沒有被劃定為千村的部落居民 會被大雨困在山上 所以他提早在昨天就展開了車村 目前除了霧臺還有神山社區之外 其餘的村民都已經被撤離了 開心的打球間 球八八風災後的霧臺災民部分 就被安置在屏東榮民之家 遇上榮家舉辦的園遊會 大家一掃大雨即將來襲的陰霾 玩得很盡興 除了打球之外 另一頭還有人比賽喝啤酒 充滿歡樂的氣氛 只不過問問災民們想不想念山上的家 答案不會令人意外 安置所的村民暫時把風災記憶拋在腦後 但接連兩個星期週末 氣象局都發布大雨特報 屋台鄉相公所不敢大意 提早在週五把五個村的村民都緊急撤離 目前只剩下霧臺村的部分村民還留在山上 霧臺鄉有八個社區分數六個村 豪茶村在兩年前前村 阿里加牧極露大午也在去年被撤離 幾個月來村民們早就習慣 不時得回山上看看老家看看農作 也因此遇上氣候的奏變 難免出現村民受困山上 等待救援的狀況發生 要怪村民們跑回山上嗎 那裡可是他們的家 民視新聞 侯明生 屏東縣報導